你知道这架乐高42145空客H175救援直升机的工作原理吗? 设计师是如何通过驾驶室内部的几根操作杆 实现了多达6组的悬翼联动动作 又是如何做到只使用一枚电机 却同时实现了悬翼旋转、雕钩升降 以及起落架的收放 同时又是如何实现了悬翼的两档调速功能 另外悬翼和尾奖的同步联动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当尾奖被堵转以后 为什么悬翼还可以继续旋转? 还有隐藏在内部的发动机联动又隐藏了哪些天才设计? 以及为什么说这款直升机是本年度性价比最高的乐高科技座套装? 那么通过今天的评测 我们来全面地看一下这架长度高达72厘米的空客直升机 同时全面地解读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我们先来看一下包装 彩合的正面是直升机的工作场景图 左上角标注了11家的年龄定位 左下角显示了这款套装内置动力组件 右下角则是空客Airbus的logo 那虽然这是一款被官方定位为11家的套装 但实际上它的功能联动的复杂程度和精彩程度呢 却基本不输大部分的18家套装 那再看彩合背面 乐高除了通过图示展现了它的联动玩法以外 还在右上角对圆形机的数据呢 进行了图示介绍 不过并没有标注圆形机的尺寸以及模型比例 那根据我们所查到的圆形机信息呢 这款套装的比例大概是1比26 打开彩合 2001片零件被分成了17个零件分包 5个大部种 套装中还包括了一套全新的主控 以及一枚Ctrl Plus的L电机 拼搭手册装在一个纸袋里 那厚度大概是有1厘米的样子 一共是包括746部 平均每部只有2.68个零件 属于非常细致的拼搭步骤设计 那虽然是有IP的套装 但是手册中只是在最后的部分 放了这个积木成品和圆形机的对比图 并没有其他对圆形机以及IP的任何介绍 那贴纸是包括两张 其中一张是透明贴纸 在开始拼搭之前 我们需要先看一下这个全新的双通道主控 在主控的上方 有两个红色的开关模块 那我们可以通过顶部的削孔 或者侧面的十字轴孔进行开关的操作 那这两个开关呢 也就是分别控制左右两侧的各一个电机接口 在套装外 玩家需要自己准备6枚的5号电池 好了 下面开始拼搭 这里可以看到 设计师对机身底部的结构 做了两个大模块的设计 然后沿前后方向合体 那第一分包完成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起落架的相关联动结构 可以看到起落架前轮和后轮之间呢 是通过一系列孔壁零件完成联动 同时后面呢会有一根小推杆的加入 通过小推杆的伸缩 实现起落架前后轮的收放 那除了联动结构本身以外 还值得注意的是 设计师在前轮位置设计的一个支撑结构 那这里可以看到 驾驶是靠前的位置是有两根操纵杆 它们是对真实直升机驾驶杆的还原 也叫周期变距驾驶杆 用于控制直升机的飞行方向 那我们看一下 它们与旋翼之间的联动结构的核心部分 首先可以看到这两根驾驶杆呢 具有横轴和纵轴两个方向的操控效果 其中在横轴方向上的运动 是通过这里的联动结构 一方面完成两根驾驶杆自身的同步 另一方面通过上面这根十字轴 最终将动力传输到 驾驶座后方位置的一个摇臂零件 那在纵轴方向上的运动 则是通过下面的两根小拉杆 最终将动力传输到这根十字轴 然后进一步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驾驶室侧面 这根操纵杆的部分联动结构 这根操纵杆呢 也是还原了真实直升机的总锯杆 又叫总锯油门杆 用于控制直升机的上升和下降 那目前这里可以看到的联动结构比较简单 直接通过总锯杆控制这根红色的十字轴的转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设计师在这个位置呢 还设计了两枚八尺的齿轮 其中上方的八尺齿轮通过 11214与小孔之间的摩擦力 为整个联动结构带来了阻尼的效果 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驾驶杆的后续联动结构 那可以看到 刚才驾驶杆在横轴上的运动 动力到达摇臂后 进一步向上传输到上方的摇臂零件 并通过中间的十字轴 带动这里的一枚四尺齿轮 并通过与直逆合的两侧的四尺齿轮 将动力向两侧传输 也就是这两根米黄色的十字轴 那这里又可以看到 驾驶杆在纵轴方向运动的后续联动结构了 这里比较简单 也就是通过拉杆零件 以及后续加入的一些孔壁类零件 最终控制顶部结构的上下运动 实现对权翼前后倾角的控制效果 那这个顶部结构呢 也就是控制直升机飞行的关键结构 不动环 我们刚才看到的驾驶杆 以及总距杆的所有操控联动 最终都将在不动环上发生作用 这方面呢 也是对真实直升机飞行原理的准确还原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 整个的操纵杆核心联动结构呢 也是一个大模块 它将和我们之前已经完成的直升机底部模块 完成合体 这里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分动箱设计了 具体的呢 也就是一路动力输入 三路动力输出 每路动力都分了两组动作 那分别是悬翼和尾角的高速 以及低速 两档旋转 起落架的收起 放下 要勾的升起 落下 也就是一共有多达六组的联动动作 那这里我们通过实物 同时也通过建模辅助呢 来分析一下这个分动箱的设计 先看旋翼旋转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动力的输入端是这根黄色的十字轴 同时在分动箱的内部 可以看到动力传输环 可以选择左边的20尺齿轮 或者右边的16尺齿轮 也就是分别对应低速档和高速档 要选择左边 也就是低速档的时候呢 动力经过一组20比16 一组16比20 以及一组24比8的齿轮族以后 动力从这根黑色十字轴 进入分动箱内部 经过被选择的20比12的齿轮族以后 然后到达外部的这枚蓝色的20尺齿轮 至此 总齿轮比是5比1 当选择右边 也就是高速档的时候呢 动力经过一组20比16 一组16比20的齿轮族以后 动力直接进入分动箱内部 经过三枚16尺齿轮以后 同样也是到达外部的 这枚蓝色的20尺齿轮 至此 总齿轮比是1比1 因此 在不考虑传动效率的情况下 低速档和高速档的速度差 也就是5倍的关系 那无论是哪个档位 动力从蓝色齿轮继续往前走 都会通过中间的16尺度轮 然后将动力传输至顶部的 关键20尺齿轮 动力继续向前将分成三路 其中一路通过同轴的 一枚16尺齿轮 将动力传输至上方的 三枚16尺齿轮 于是完成悬翼动力 与两侧发动机之间的联动 另一路则是直接到达 前方这里的12尺追齿轮 通过对应这里的 20比12的齿轮组 最终控制28尺 小转盘零件的旋转 那这枚小转盘零件呢 也就是驱动旋翼旋转的 关键零件 那第三路呢 也就是这根红色的十字轴 后面将会通往尾桨方向 另外在这个联动结构中 我们会发现设计师 在这里还设计了一个离合器 那有玩家知道它的作用吗 答案放在视频结尾哦 接下来继续看分动向 关于起落架收放的动力结构 那动力同样从这根黄色十字轴进入 可以看到这里呢 有一枚16尺齿轮驱动 一枚16尺离合齿轮 当换挡拨杆 选择左边这枚离合齿轮的时候 动力直接向前 直接经过一枚万象节之后 控制小推杆的缩回 而当选择右边这枚离合齿轮的时候呢 同样是经过万象节 控制小推杆的伸出 那之所以出现方向相反的情况 是因为选择右边的时候呢 动力会从外边绕一圈 具体的我们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 总之就是实现两条路径中的齿轮数 一个是基数 一个是偶数 继续看一下分动向 关于吊钩升降的联动结构 动力同样从黄色十字轴进入 当换挡拨杆将里面这枚 动力传输环切换到左边的时候 动力通过这三枚16尺齿轮 直接向前传输 然后到达外面的这组 16比16的齿轮座 并进一步驱动 与16尺齿轮同轴的涡轮 涡轮驱动8尺齿轮的旋转 然后再经过一组 12比12的齿轮组以后 最终控制这根 关键十字轴的旋转 那如果换挡拨杆将 动力传输环切换到右边 我们会发现 这根十字轴的旋转方向 和之前是相反的 对应的原因呢 也是和起落架收放是一样的 进一步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个分动箱呢 也是一个大模块 它将和我们之前 已经完成的模块进行合体 完成第三分包以后 我们来测试一下联动 驾驶杆在纵轴方向运动 驱动不动环前后轻角变化 驾驶杆在横轴方向运动 驱动不动环左右轻角变化 当然 类似于遥控手柄 我们也可以让驾驶杆在纵轴 和横轴两个方向上 同时运动 同时这些轻角变化呢 最终也都会最终体现在 旋翼上面 把总驱杆上下拉动 则是驱动整个不动环上下运动 这个不动环的上下运动 最终会带来悬翼 叶片角度变化的联动效果 我们继续加油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直升机的尾部 同样也是一个大模块 继续合体 这里看一下 微奖的联动结构 可以看到动力 从之前提到的 红色十字轴出来之后呢 通过一组16比16的齿轮锁 动力进一步向机尾方向传输 然后通过一系列的齿轮锁 最终到达控制尾角旋转的十字轴 那这里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结构 不过实际上 设计师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设计 我们先继续 这里就可以看到 控制悬翼叶片角度变化的关键结构了 悬翼叶片将被固定在 每个小模块上面的 两个黑色摩擦箱上面 而这些小模块将通过小拉杆 和刚才提到过的转转环相连 当转转环上下运动时 将驱动五个小模块发生角度变化 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 此外整个模块在安装到机体上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一下箭头方向 好了 那么经过大概十个小时的拼搭 这架直升机就完成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外观 整体来看呢 这架直升机采用了白红黄的配色方案 也是符合搜救救援直升器的定位 根据乐高手册中提供的原型机对比图 以及我们查到的其他原型机照片来看 这款乐高42145的整体造型线条 比例方面的还原度呢 还是非常高的 不过由于毕竟这是一款科技组定位的套装 因此乐高设计师在外观搭建方面 重点是强调使用科技面板 以及孔币类零件 对整个外观进行抽象化的还原 在整个外观面的部分位置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镂空的破面 不过并不影响整体视觉感官 在外观细节方面 设计师同样也非常用心 包括相机头的整体流线曲线 两侧的舱门 座舱 尾梁 以及它们之间过度段这里向内收紧的线条 屏尾 以及两端的垂直端板 在整体上都做到了不错的搭建 以及还包括机头下方的 可以转动的红外摄像机 两侧的可能是空速管的探测装置 机身右侧可以转动的探照灯 机身上方两个发动机的进气口与排气口 机身侧面一个橙色模块 有玩家知道它的作用吗 以及直升机底部 还有尾部的一些航行灯 也都进行了还原 驾驶舱前下部的下视窗 以及驾驶室内部的仪表盘这些细节呢 则是使用贴纸进行还原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功能 首先是手动功能 包括两侧驾驶舱舱门的开合 两侧坐舱门的推拉开合 顶部发动机舱的推拉开合 打开以后可以看到两个发动机的旋转 同时也可以更全面地看到 旋翼的联动情况 同时在没有电机加入的情况下 旋翼和尾翔之间也可以联动 接下来就是驾驶舱内的操纵杆 总聚杆和旋翼之间的操控联动 拉使杆在纵轴上的操控 旋翼轻角向前后运动 对应操控直升机前后平移 在横轴上的操控 旋翼轻角向左右方向运动 对应操控直升机左右平移 也可以像遥控手柄一样 在两个轴向上同时操控 那旋翼轻角也同样是一个叠加的效果 向上拉起总聚杆 那可以看到讲液角度会发生变化 角度越大则升力越大 实现直升机上升的效果 反之则是下降 那由于整个联动结构中矿量的存在 尤其是球头零件产生的矿量 这些矿量叠加之后 在操控杆操控运动的时候呢 但我们就会发现旋翼轻角变化 并不会特别的明显 不过仍然是可观察的 那再看电控功能 首先我们会看到直升机的底部 也就是主控装电池的地方 装入6枚5号电池 然后在直升机左侧面呢 有一个手动开关 打开开关 就可以直接驱动电机工作 先看旋翼旋转 拨动侧面的拨杆 左边是低速档 右边是高速档 中间则是空档 在旋翼旋转的时候 如果我们人为堵转 那也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电机也会停止工作 这说明主控物或者电机 具有堵转保护的功能 那如果我们对围奖进行人为堵转 我们会发现旋翼仍然会继续旋转 主控呢也不会停机 可是通过刚才的结构分析 我们会了解到 电机动力是直接到达围奖端 中间并没有经过离合齿轮 因此正常来说的话 如果对围奖进行人为堵转 应该会导致电机堵转保护 才是对的 那经过仔细的观察 我们会发现在电机动力 通往围奖端的传输路径中 设计师设计了一个62462 配合两个43093的结构 也就是说 整个传输路径并非完全由十字轴组成 62062与43093之间采用摩擦销 与销孔进行连接 利用它们之间的摩擦力 进行动力的传输 而当堵转后又能起到泄力 也就是类似于离合器的效果 非常精彩的设计 那接下来是吊钩的收放 波动直升机右侧面 上方的这里的波杆 向左是上升 向右是下降 中间则是空挡 那测试下来也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设计师在这个位置还设计了一个 类似于离合齿轮的阻尼线力结构 也就是类似于刚才提到的 维奖联动中的结构 也因此 如果我们去硬拽这个吊钩 或者吊钩已收到极限位置的时候 电机继续工作 并不会对整体结构带来任何的损害 非常精彩的设计 最后是起落下收放 波动下面的波杆 向左是放下 向右是收起 中间也是空挡 那测试下来 这个功能最好是要在直升机被举起来 也就是飞行的时候进行操作 否则当直升机静置在桌面上的时候呢 放下起落架 并不足以完全撑起直升机 那值得注意的是 是后轮这里的支撑结构 当起落架完全放下的时候 这个支撑结构将取代其他联动结构 实现对直升机的完全支撑 非常精彩的设计 在最终的总结之前 我们再看一下新零件 01936 带5小孔的圆形转盘零件 在直升机上可应用为旋转环 01937 带4小孔的圆形转盘零件 在直升机上可应用为不旋转环 01938 带1单位方孔的球形零件 在直升机上可用于旋翼的旋转动力传输 80273 带1单位方孔的5伏连接线 在直升机上可用于旋翼的固定 以及动力传输 那这四个零件呢 通常是配套使用 除了在直升机上的应用场景以外 大家还能想到其他的用途吗 99013 旋翼零件 这个并不是新零件 不过末端的橡胶部分为黄色 则是首次出现 接下来 81346 带离合器的20尺齿轮 应用场景与35185类似 和今年其他的一些新齿轮一样 主要是将双面追齿轮呢 修改为了正齿轮的设计 那优点一方面是齿轮之间的 链合更加稳定 同时可以驱动链条零件 缺点呢 是只能传递平行轴之间的运动 除了新零件以外 套装中还配了两个硬纱件 好了 那么最后来做一下总结 整体感觉下来 这款乐高42145 宽客直升机的亮点呢 确实是多的有点数不过来了 首先最值得一提的是 就是驾驶舱内的驾驶杆 总锯杆和悬翼之间的操控联动 以及悬翼与维桨之间的联动 那基本上是完整地还原了 真实直升机的操控方式 对于一款积木来说 要实现这些灵动功能并不容易 尤其是全新的零件 甚至还对悬翼自动倾斜器中的 不旋转环和旋转环 这种核心机械装置呢 做到了原理级的还原 其次 设计师还非常巧妙地通过分动箱 实现了紧依靠一个电机 就实现了旋翼旋转 要勾升降 起落架收放供三项电控功能 六组电控联动 而电机和全新主控的加入 却并没有因此显著地抬高它的价格 那我们这篇评测发布的时候呢 这款套装的电商好价 扣掉电机和主控的市场价呢 算下来每片零件大概只要三毛多钱 这个价格甚至低于某些国产积木套装 因此它绝对算是近年来不多见的 极高性价比的乐高套装之一 而长达72厘米的尺寸 所带来的陈列效果 无疑是进一步推高了它的性价比 而且这还是一款有IP的套装 虽然在IP层面 我们相信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 空客的IP可能不如法拉利 兰博基尼这些超跑IP的吸引力来得更大 然而按出现位置的不同 土豪可以分为天上飞的和地上跑的 那对于这架售价高达1.2亿的H175 又需要几辆法拉利 才能够与之匹迪呢 而且无论是对于那些曾经有过飞行梦想的成年人来说 还是对那些着迷于机械的少年来说 这款乐高H175的吸引力呢 应该都会是非常巨大的 也因此 这款42145足以堪称乐高本年度 在目标人群里具有最大年龄段覆盖的套装 至于大模块设计 布军2.8个零件的精细拼搭体验设计 隐藏在机体内部的发动机联动 同时又可以打开来欣赏的这种巧妙设计 等等这些呢要是把它们单独拿出来 放到任何一款积木里面 都至少可以算得上是小亮点 然而在这款直升机的众多亮点面前 甚至都有点不值一提了 但在缺点方面呢 我们唯一想吐槽的就是这款套装的拼搭手册里呢 并没有对原型机器木设计思路 以及一些机械原理进行适当的介绍 多少让人感觉有点遗憾 最后评测过程中提到了离合器 它的作用是为了防止旋翼旋转的时候呢 万一遇到人为独撰 对整个联动结构呢造成损害 同时也可以将旋翼端的最大扭矩 输出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 在物理层面 从根本上为把玩安全性上一个保险 好了 那么本期评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见 拜拜